各位親愛的朋友 我們今天靈修的經文是 《士徒行傳》第十二章 第十五至十六節 那裡這樣說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聽過 一個乾旱季節裏面 求雨祈禱會的故事 在這個求雨的祈禱會裏面 竟然沒有人帶雨傘 但可能大家未聽過 另外一個相關的故事 這個故事講到 在美國一個小城裏面 有人申請開設一間適程的酒吧 當地的居民反對 但市政府按照規例 不得不要發牌去接受這個申請 於是城裏面的教會 就發起一個祈禱會 在會裏面有人很激動 就說求上帝對付所多瑪一樣 對付色情的酒吧 幾日之後很奇妙的 這個正在裝修的一個酒吧 竟然因為閃電打雷 著火焚燒 酒吧的東主知道了祈禱會的事之後 就入稟法院控告這個教會 要為他這個裝修酒吧的損失 負責教會 就請了律師去辯論 這樣的控告 我們都知道是告不入的了 但是法官在宣判的時候 做了一句很幽默的說話 他說很奇怪 不相信上帝的東主 竟然一口咬定 這個是教會祈禱的結果 但是相信上帝的教會 竟然要請律師來否認 這個是他們祈禱的結果 很多人不實行祈禱 但是一些人實行祈禱的時間 卻是對教會沒有什麼期望 今天的經文其實是記載 彼得被官府收監迫害 聖命有危險 但是教會為他律律的討告 結果很奇妙的 他就逃出了監獄 但是當彼得去祈禱的地方 和這群信徒會合的時候 他們竟然不相信 他們祈禱有效 他們不相信彼得可以自由地走到他們中間 當負責看門的侍女 他們堅持說這個就是彼得 彼得在門外的時候 他們竟然用一個猶太人的傳統 但是沒有聖經基礎的一個說法 說這個只不過是彼得的守護天使 一班熱心討告的基督徒 但是竟然用一個這樣的解釋 來解釋當時的情況 他們對討告有無真實的期望 各位親愛的朋友 你的討告又如何呢 你的討告是否 亦都是一個無期望的討告呢